韩国南新孙成员酒驾被逮捕还是乌镇驾驶网友? 刚火就被逮捕近日韩国南明新孙成员酒驾的消息,一直处于热门的阶段。 而说来,也巧韩国前一段时间,因为酒驾事件刚刚修订了隐昌奥法, 没想到,修订完了第一个大事,就是被一位男演员给撞伤了枪口。 而当时这件消息公布出来之后,在韩国的网上可是上了热搜。 而传入中国之后,中国的网友们也是为这位演员唏嘘不已。 这并不是孙成员第一次酒后驾驶在前几个月,他还因为酒后驾驶被吊销了驾照。 之后,很多演艺公司好像有点抵制他了。 再到后来,直接就被经纪公司给解约,而现在也是处于一个没有经纪人的状态。 刚是前过去不久,前几日,他又因为喝得烂醉如泥。 驾驶了父亲名下的一辆汽车,在路上的时候,越过了中心线和对面而来的轿车相撞, 导致车上的两名人员受伤要说,在这时应该是酒精麻痹大脑的原因。 他还是没有停下车来打急救车,或者是报警,而是继续往前开。 之后,被路上的行人给拦截了下来不久之后,警方来了之后,测定他的酒精浓度指数非常的高, 而且还查出他在之前就没有了驾驶证。 所以现在处于乌正驾驶加严重酒驾乌正驾驶,本来就是很严重的。 再加上,他酒货乌正驾驶,而且还撞伤了路人想必他的后果和赔偿,应该是蛮严重的。 目前,他也已被警方逮捕在之前的警方公开了一个照片中。 我们可以看到,车的前头被撞得非常的惨烈。 据了解,当时在孙承源车上,还有一位韩国的男演员叫郑辉。 两人接下来,也会有一部音乐剧会上演。 此时一出同车的郑辉,发了一封致歉信表示,当时孙承源想要找代价。 但是,他后来却自己上了驾驶的座位郑辉,也表示自己被吓了一跳。 而且,他对这件事向大家诚恳地道歉,并决定自己放弃这次的音乐剧。 而音乐剧方的,也直接取消了孙承源的直接出演。 其实说到孙承源在韩国不是那种大红的明星,但是还是有点名气的。 就比如说,他之前演了一部《青春时代》,让很多人认识到了, 他而今年的一部《加油》《魁唧唧》,他在里面饰演了一个的有点小闷骚的作家。 也是很搞笑的一个角色,都可以看得出他的演技还是很不错的。 很多人也被那一部电视剧圈粉,纷纷表示,期待第二季的播出这件事情一出, 令很多喜欢他的粉丝感到非常的失望,近两年刚刚小伙起来就被逮捕。 真的是自毁虔诚。 我们以降的火烂研车效果 Astronaut所谓则会和fäh里面uzzEdショاس流震电视剧圈操开, 2020年大吉尘克冢 portraits朋友情况 Nah e man您知道他们已经看得到SoC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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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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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刚刚 Sugar的编请和视线模式欢迎戴给予 месяц669个人。 这段ugen�andlusion併 industry今大正借头也要Пр mant tapa多 2020inent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